丰田汽车的2.5升油电混合动力总成 在汽车界素有高度可靠的美誉 这款动力系统广泛应用于丰田旗下的多款畅销车型 包括凯美瑞混动版 Rev4融放混动版 汉兰达混动版 威萨 皇冠 以及雷克萨斯品牌的诸多车型 消费者之所以对它青睐有加 源于丰田混合动力汽车在耐用性方面积累的卓越口碑 这使得其他汽车制造商难以望其向背 然而如今丰田已不动声色地承认了 困扰许多车主和维修技师已久的难题 在特定的驾驶情境下 这套2.5升混合动力系统确实存在一些实际的不足 这并非是灾难性的缺陷 也并非暗示丰田混合动力汽车的整体可靠性骤然下降 但这确凿地表明 该系统并非如外界普遍认为的那般毫无瑕疵 更值得关注的是 丰田已经推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如果您是搭载或计划购买搭载2.5升混合动力系统的车型 那么这次升级的重要性可能比您想象的还要重大 这绝非夸大其词 而是关乎理解丰田所承认的问题 其潜在的影响 以及更新后的硬件和软件 将如何显著改善长期的使用体验 为何丰田2.5升混动系统如此受追捧 在深入探讨问题之前 我们有必要先了解 为何这套混合动力系统能够成为丰田的核心技术之一 丰田的2.5升混合动力系统 巧妙地结合了一台自然吸气四缸发动机 电动机以及电子控制的无级变速器ECVT 其理论结构看似简洁 但在实际应用中却展现出非凡的效率 该系统不仅能提供起步阶段的强劲扭矩 还拥有出色的燃油经济性 在城市道路行驶中表现得尤为平顺 并且其耐久性远超同类涡轮增压发动机 丰田的工程师在设计上采取了审慎的态度 有意避开了复杂的设计 他们没有采用涡轮增压技术 没有进行高强度的动力调效 也没有设定过于激进的热管理限制 正是这种保守而稳健的策略赢得了出租车 车队以及那些对车辆行驶里程 有较高要求的用户的青睐 然而随着丰田将该系统应用于更重型的车辆 以及全轮驱动配置时 新的压力也随之而来 丰田最终承认了问题的存在 丰田并未采用引人注目的措辞来公开承认问题 这向来不是他们的风格 然而通过发布服务公告 更新零部件 修订软件 以及在幕后进行工程上的调整 都清晰地揭示了问题的存在 核心问题在于实际驾驶环境中的热管理和负载处理 尤其是在那些配备电动后轮驱动系统 奥迪达的混合动力车型上更为突出 行业内的技术人员 以及丰田认证的混合动力专家 指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薄弱环节 首先后置电机的线缆和连接器容易出现过热机具 其次逆变器在持续高负荷运行状态下 会承受较大的硬力 第三软件逻辑可能过于保守或者反应不够迅速 这些问题通常不会在日常通勤等轻度使用场景中显现出来 因此许多车主可能从未察觉到任何异常 问题仅在特定条件下才会显现 例如长时间的高速行驶 在山区道路上行驶 以及在高温气候条件下使用车辆等 在这些特定的驾驶情境下 如果还伴随着拖拽轻型负载 或者在四驱系统介入的情况下进行激烈的加速 那么混合动力系统所承受的负荷 就会远超出其最初的设计预期AWDI系统的影响 丰田混合动力车型中 最容易被车主忽略和误解的方面之一 便是其AWDI系统 与传统的机械式全轮驱动AWD系统不同 丰田的AWDI系统采用了独立的后轴电动机设计 前后车轴之间没有传动轴连接 这种设计结构紧凑轻巧且效率很高 但也为早期的混合动力系统 引入了前所未有的电气和热负荷 正如混合动力传动系统工程师所指出的 后置电机本身并非问题的核心 真正的症结在于动力传输的路径 具体来说 长期暴露在潮湿环境 道路 盐分 温度循环 以及持续电负荷下的高压电缆和连接器组件 其电阻会逐渐增大 而电阻的增加会产生热量 热量的累积又会加速部件的磨损 最终 丰田收集了足够的实际使用数据 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在丰田公开承认问题之前 许多车主和维修技师就已经发现了类似的故障 常见的投诉包括混合动力系统突然发出警告 AWD系统暂时失效 在高速公路行驶时动力下降 发动机故障灯亮起并显示与逆变器相关的故障代码 以及后轮电机在没有明显机械故障的情况下 失去驱动力等 令人感到沮丧的是 大多数车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仍然可以正常行事 这些故障往往具有间歇性 这使得故障的诊断变得困难 也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 间歇性故障往往是最令人担忧的 因为它表明系统正处于某种临界状态 丰田的低调承认 更新方案 丰田的回应并非是召开盛大的新闻发布会 而是采取了更为细致且意义深远的措施 他们发布了更新版本的厚电机线数和连接器 修订了逆变器的控制软件 加强了车顶的隔热层 并优化了隔热材料 同时还调整了热负荷的管理策略 在部分市场 丰田启动了召回服务 而在其他地区则通过更新零部件的编号 或者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变更来完成升级 这正是丰田一贯的标准操作流程 当他们在生产线上悄然更换软硬件时 通常意味着他们已经发现了确凿的长期隐患 专家的见解 为何这至关重要 长期研究混合动力系统的专家们普遍认为 高温是电子电气系统的头号敌人 一位拥有超过15年丰田维修经验的 资深混合动力技师这样解释道 原先的系统并非存在设计缺陷 只是其运行状态过于接近其安全预度的边缘 而这次升级则为其创造了额外的缓冲空间 这个缓冲空间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最初的配置能够应对常规的使用需求 而升级后的配置则旨在能够经受住最为严苛的使用考验 并且能够年复一年的保持稳定运行 为何仅仅依靠软件升级远远不够 一些车主可能误认为这仅仅是一个软件问题 但事实并非如此 软件虽然可以限制功率输出 调整系统介入的时机以及减轻系统的压力 但它无法改变物理定律 升级后的零部件采用了改良的绝缘材料 优化的连接器几何结构 增强的抗腐蚀性 以及在负载下更低的电阻值 配合更新的软件逻辑 系统现在能够更早地检测到热量的机具 更智能地分配负载 从而减少车辆在持续行驶过程中 温度的快速升高 这是一项全面的修复措施 而并非临时的补丁 受影响最为严重的车型 尽管丰田并未公开列出受影响的车型 但实际的数据表明 该问题在Ravis混动四驱版 汉兰达混动四驱版 VSA 皇冠 雷克萨斯NX 以及采用类似架构的RX混动车型上 更为常见 前轮驱动的混合动力车型 由于未配备后置电机及相关的线数 因此出现问题的概率较低 为何丰田车主无需过度担忧 需要明确的是 这次的问题远未达到 需要大规模召回的严重程度 绝大多数搭载2.5升混合动力系统的丰田车型 将永远不会出现这类故障 丰田在可靠性方面的良好声誉依然稳固 即使是那些批评丰田的人也承认 其车辆的故障率相较于竞争对手 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然而较低的故障率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问题 丰田自身所采取的这些改进措施 恰恰证实了原始设计在所有工况下的长期耐久性并非最优 您真正需要的升级 如果您已经拥有一辆配备AWI系统的丰田2.5升混合动力车型 那么最重要的升级便是更新后的厚电极限数 以及相应的软件校准 这与车辆的性能表现无关 其核心在于预防热损耗问题的发生 避免日后昂贵的逆变器维修 确保全时四驱功能的正常运作 并延长混合动力系统的整体寿命 混合动力领域的专家强烈建议车主查询 是否有适用的服务活动 并向经销商确认所更换的零部件是否为最新版本 同时确保安装最新的逆变器软件 忽视更新会带来什么后果 虽然忽视更新不一定会立即导致故障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风险会逐渐累积 热硬力可能会引发电阻增大 连接器老化 逆变器保护性停机以及在保修期外进行昂贵的维修 混合动力部件的价格往往不菲 因此进行预防性的更新 其成本几乎总是低于故障后的维修费用 为何丰田为公开说明丰田极少使用戏剧性的措辞 尤其是在涉及其混合动力系统时 公开承认问题可能会动摇其最为坚固的品牌支柱 因此丰田更倾向于持续改进静默更新 通过经销商进行维修 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不声不响的进行变更 从其工程文化的角度来看 这并非有意隐瞒 而正是丰田一贯的运营方式 混合动力汽车正朝着更重动力更强的方向发展 这个问题并非丰田独有 随着混合动力汽车的功率提升 四驱系统的普及 在更大型车辆上的应用 以及承担拖液和高速行驶等更高负荷的需求 其电气系统正承受着 20年前设计师未曾预见的压力 丰田在这方面领先于许多竞争对手 因为他们更早的发现了潜在的问题 并在故障率大规模上升之前完成了修复 专家的结论 2.5升混动车型是否仍然值得购买 答案是肯定的 但有一个前提条件 无论是混合动力工程师 还是资深的维修技师都一致认为 升级后的系统在可靠性方面 有了显著的提升 新款的量产车型将直接受益于这些改进 而对于旧款车型来说 进行相应的更新才是更为稳妥的长远之选 换句话说 这并非是放弃丰田混合动力汽车的理由 而是选择正确版本的关键 最终结论 丰田的承认真正意味着什么 丰田承认其2.5升混合动力系统 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 并不意味着该系统本身存在根本性的缺陷 这恰恰表明 丰田能够正视现实世界中的局限性 并积极地进行修正 从长远来看 这实际上是一个利好消息 这些升级措施提升了车辆的耐久性 降低了长期的使用风险 保护了昂贵的混合动力部件 并使得配备四驱系统的混合动力车型 在更为严苛的环境下 也能更加可靠地运行 如果您已经拥有该车型 请务必确认是否进行了相关的更新 如果您正考虑购买 请务必确保您所选择的车型 配备了改良后的硬件和软件 因为在混合动力领域 细微的改进往往能够带来深远的影响 而这一次的升级 其重要性远超大多数车主的认知